真的沒有第五重隊嗎 我要談 中國對於台灣的滲透 是真的已經無孔不入了嗎 去年選舉有發生一件怪事情 選前三天 蘇智芬大戰丁學忠 還記得嗎 最後丁學忠是顯勝的哦 那個時候發生一個非常關鍵的事情是 選前三天 蘇智芬在跟賴奇特在掃機的時候 當地一堆人啊 胡偉鎮或周圍不特地的民眾 手機收到簡訊 裡面說什麼 警惕 警惕 賴神將徵用民宅宮廟變成彈藥庫 胡偉百姓何居何從 危險危險 一旦爆炸 方圓實力無人倖存 很多人都收到 現在調查結果出來了 是中國的簡訊 我們來看報導 今年1月10號 總統立委選舉投票前三天 會不少居民收到這封簡訊 內容激動原理胡偉被撲 將設置導彈基地 一旦爆炸方圓10公里內 將無人倖存 憑立委連任的蘇智芬 立刻提告 適合半年 偵查終結 蘇智芬質疑境外勢力 因為簡訊裡不只出現簡體字書寫 還包括檢方查到發布簡訊的號碼 竟然是中國一家名為上海創來雲智的公司 向台灣公司陳豬直接發送簡訊 而檢方表示不能透過其他方式追查該公司何人發恐嚇簡訊 也提到本案先犯因属不詳之大陸地區人士 這幾年因為人力成本的提高 為了壓低簡訊價格 原本的一塊錢 0.7塊錢 現在越壓越低 也造成台灣公司的相當大的負擔 所以簡訊系統這一塊就越來越少人做 雲林第一選區選舉人數約27萬 寬勝成本只需不到30萬 恐怕就有威和效果 蘇智芬也指控席日對手账家涉入 居然的話可以透過中國的勢力 然後干預總統還有立委的嫌訊 而且發了簡訊的時間點的話 就在賴清德 組委 車隊掃街的前一天 跟當天 還有隔天 那個時間點太巧合了 蘇智芬前委員他一直以來都有被害妄想症 所以他會羅織很多的罪名 去滿足他要攻擊政敵的這些言論 所以我對他不予置疊 大學落幕近半年 蘇智芬與張家持續證供相對 阿川 蘇智芬最後輸是3029票 10萬的立委票輸3000票 任何一個風吹掃漏都會影響 中國借選界要什麼程度 蘇智芬跟賴清德在掃家的時候 有簡訊說 戴清德要徵用民宰作為戴藥庫 虎偉政一旦爆炸的話 無人倖存 老人家看到會怕嘛 蘇智芬馬上去控告 可是遲到的正義 有時候真的不叫正義 雲林地檢署 今天終於回來了蘇智芬了 阿川 你說你看完了 這個公文寫 簡訊來源是中國啊 這事情 這事情差不多是 1月10號啊 10號嘛 他這是那天一刻的 差不多要割一個禮拜 對 整個虎尾啦 虎尾 因為多清潔 都要去虎尾 對 要去那邊做選 要去那邊選團嘛 虎尾 人家很多都輸入這個簡訊 說什麼虎尾 要賓彈藥庫 要找廟 宮廟 來做彈藥庫 要找民宰做彈藥庫 阿這就呼呼傳 對蘇智芬來說 你這種傳下去 賴清德如何 阿我收財房要如何 結果他就是到了 經過多久 現在是6月了 這差不多又差五個月了 五個月後 我們的地檢署去查 你或是說 有查到簡訊是什麼人發 就是一間公司 叫做上海汽南雲智公司 自行申請帳號 然後他透過企業平台 他去跟台灣的這一家叫做 互動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這個門號 然後透過企業簡訊 發出這一個 像這間上海創南雲智公司 什麼人的 叫中國的公司 中國的公司 這到底是中國發的還是台灣人發的 因為他裡面出了兩家 一家叫他做 叫這個徵用 這都不是台灣用語 這射就是簡體字嘛 徵用我們的徵是複雜的 未徵的徵嘛 這個徵用 徵招的徵嘛 對 他是什麼徵 這代表說 發這個簡訊內容的人 他說 這些都跟大陸地區人民習慣相符 竹增本案犯險 應該屬於不祥的 大陸地區人士 我嚇這句話代表什麼 沒有啊 沒有啊 我差沒有啊 輸3000票 我們去年 去年選議到今年年初在選舉進行 我們是說阿強都會投給這種 有的無的假訊息 什麼 來攻擊台灣的好選人嘛 他這麼差沒有嘛 這就最典型的案例 你知道收地分啊 這道輸3000票嘛 對不對 他怕一個好月 這是什麼好月 對 這是好月嘛 對 怕一個好月 距離他四年前選舉 減4千800票 這個簡訊發出去 差距就是這個差距啊 四千八百票 而且直接鎖定虎尾 為什麼鎖定虎尾 因為虎尾是頂學中在做頂張嘛 對 對索尾 對索尾 我們來說這個虎尾 也是重要的規定 本命區 結果他把這頂好月 出去之後 索尾我們的票 距離上次 2千 差4千8 差4千800票 還叫他選舉輸3千票 對 你說這個有玩弄嗎 可是這個東西 阿強介入台灣的選舉 用這個方式 差了幾個月 五個月 對 五個月差了 而且他在選前 可能剩下一個禮拜的時候 把你募錢出來 我們1月13投票對不對 對啊 這是什麼時候 1月10號 1月10號 去過了 去過了已經都不夠了 因為現場 不可能那麼快去查出來 而且就只能確認 這個是中國發言 是 所以阿強用這筆 這個什麼 用台灣的民主 摧毀台灣的民主 對 用這一種模式 提供這些假訊息 假的影像 各式各樣假的方法 影響了台灣的選舉 你看今天索尾 我們這次 一來一往 對 索尾 民進黨比最大黨的 對 民進黨比50億 對 國民黨比50億 從這個方式 去台灣 各地在選舉的時候 有多少人 是這樣 落選的 對民進黨來說 這件事情 也值得我們繼續觀察 好 非常下山 對民進黨比